全红禅惊人一跳 精神跳水见难解之谜 其动作更是被国外教练当成教科书 众所周知中国跳水队实力雄厚 当然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 熟知的全红禅 他的水花消失处更是让人惊叹 他的比赛视频已经有出 更是让人欢呼取悦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回顾一下 全红禅与陈玉希的一场比赛 两位都是跳水界的实力小将 一位是来自于战将的黑马 一位是被汪友亲切地称 夫为跳水界女神 两人在一场比赛中更是为了争夺冠军 使出浑身解数 首先上场的是陈玉希 他的动作是107笔 难度系数是3.0 向前翻长三周半 他是一如既往的发挥稳定 无论是动作的处理还是水花的控制 都还不错 裁判给出76.5分 接下来是全红禅同样的动作 不过他的技术更胜一筹 直接就把压力给到陈玉希 随后陈玉希第二个动作是407c 难度系数是3.2 向内翻长三周半 但是他的动作起跳有些晚 不过整体姿态还是很优美 裁判给出78.4的分 接下来全红禅也是同样的动作 这个动作被全红禅实实地拿捏 更是得到4个满分 裁判甚至一只人而已 只有全红禅才能更好的诠释这个动 直接拿到94.4分 第三个动作是626c 难度系数是3.3 陈玉希这一跳真是让人胆战心惊 毕竟难度加大 陈玉希完成起来还是压力完美 不过整体他的动作 完成度还是非常完美的 只是在入水时有一丝的瑕疵 裁判更是给出82.5 全红禅竟然一跳进城跳水剑难解之谜 其动作更是被国外教练当成教科书 众所周知中国跳水队实力雄厚 当然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都熟知的全红禅 他的水花消失处更是让人惊叹 接下来全红禅选择的动作 也是207c 难度系数3.3 相后翻腾三周半 这个动作是全红禅最害怕的动作 之前全红禅在这个动作上 有过一次很重大的食物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这次能否克服困难 这次的水花控制还是比较好的 姿态也是很优美 裁判更是给出了94.05分 这个动作还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条陈玉希选择的是2074 难度系数3.3 这个动作是一场人体挑战 陈玉希一如既往的稳定 在水花控制方面有些急促 全红禅选择的是臂力向后翻腾两周半 不过这个动作 水花上还是压制不够完美 被裁判给出了86.4分的1分 最后一跳两人都是卯足了劲 陈玉希淡定上场直接选择开调 不过在空中时的动作打开比较 造成水花不够完美 春红禅出场同样的动作 且看他自信满满 一个起跳都已经决定胜负 无论空中动作还是入水姿态轻盈 入水如叫龙 现场直接沸腾 不过这仅仅只是两人的一场博弈胜负 胜负都已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技术探讨